下午4点半 我们急速奔向沙坡头 这边的旅游大巴真是数不胜数 幸运的是 我们在临近售票处最近的停车场 找到了一个停车位 此时已经是下午4点50 但售票口却依然还排着长队 之前沙漠项目基本上都玩过了 所以我们只买了100元的沙坡头门票 进去看看黄河 看看热闹 进入景区大门 首先看到的就是黄河第一弯和羊皮筏子 羊皮筏子是黄河中上游古代先民 运送人员和物资而发明的水上工具 在沙坡头黄河景区 羊皮筏子是标志性的游玩项目 河面上一支支羊皮筏子顺流而下 每个筏子上坐着一位司机和四名游客 大家背靠背随波逐流 司机师傅还会唱起西北名歌为游客助兴 此时乌云仙前队已经抵达 即将遮住太阳 阳光射在河面上泛起点点灵光 掩映着羊皮筏子好像飘在河面上的一朵朵小花 乘坐羊皮筏子的游客一批一批的出发 在旅游旺季游客特别的多 相互之间也非常紧密 这羊皮筏子是用羊牛皮扎制而成的筏子 唐代以前被称为葛囊 到了宋代 皮囊开始采用完整的羊皮或牛皮 因而改名为魂托 运送筏子的快艇一趟一趟的在河面上奔波 估计还有很多人在排队呢 其实最早人们是用单个的葛囊或者魂托求度 后来为了安全和增大载重量 而将若干个魂托相拼 上甲木牌再捆一小绳 从而进化成了皮筏 现在已经快下午6点 羊皮筏子依然还有很多人在排队 另外还有做快艇的队伍 就快要下雨了 希望大家都能顺利玩好 在黄河景区除了羊皮筏子和快艇 还有一座横跨黄河的3D玻璃吊桥 上桥需要单独买票每人30元 此时已经开始下雨前的狂风节奏 阴云从西边逐渐逼近 赶紧买票上桥体验体验 这座黄河3D玻璃吊桥全长328米 垂直高度10米 既有3D模式又有全透明模式 走到玻璃吊桥中间 由于狂风骤起 所以能明显的感受到桥体大幅度的晃动 刚上桥时桥面虽然是玻璃 但却印着3D画 走到中间有两段玻璃桥变成了透明 怕不怕 往下看会不会晕水呢 小心恐低症哦 据说这3D玻璃桥每块玻璃承重可达三吨 汽车上来都没问题 玻璃吊桥另一边是不能通行的 所以游客们还需要原路返回 同时也能在桥上欣赏不同的风景 风越来越大 但一点也不影响游客们的心情 滑沙的滑沙 做羊皮筏子的继续漂流 还有黄河飞锁 滑香机和蹦极 站在3D吊桥中央 可以看到远处山间的高速公路 还有沙坡头景区的大门 由于下雨 桥上已经没有人了 继续往前走 就是滑沙区 从3D吊桥下来走向沙漠天梯 赶紧走进天梯避雨 沙漠天梯分为好几节 感觉比较闷热 尽管下着雨 可人们滑沙还是不受影响 看起来玩得都很开心 终于通过沙漠天梯 上到了黄河观景台 从这可以一览黄河第一弯的美景 本来这个时间 可以静静的去沙漠区欣赏落日 但很可惜此时阴云密布下起大雨 还是先欣赏欣赏黄河第一弯吧 竹可真在沙漠里的奇怪现象一文中描述过 宁夏中卫沙坡头黄河岸边的明沙山会发出奇怪的响声 据说从明沙山上滑下 那沙子会发出轰隆的巨响像打雷一样 乌云让天黑得更早 坐在明沙山头 眼前这一幕是沙坡头最经典的黄河美景 从进入景区到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半小时 此时正好是下午六点半 但这也才只走了一半 除了黄河区 沙坡头还有一大片沙漠区 所以稍作停留 穿过铁路 继续去感受一下沙坡头的腾格里沙漠 晚上七点去沙漠区的游客已经非常的少了 下了电瓶车雨越来越大 目前在沙坡头沙漠区 只有我们零星的几个游客在拍照散步 这倒是不用担心取景的问题 沙坡头的沙漠与沙漠区的阿拉扇的沙漠相比 小沙丘更精致一些 草少一些 似乎更容易拍出大漠孤烟的景象 拍驼队的效果也会更好一些 沙漠表面的沙子都已经湿了 风也越来越大 被吹起的沙子打在腿上 那感觉就是刺痛 狂风续雨之下 摄影师正在为女主拍照 估计照片里肯定是十足的西域风味 雨已经将我们打湿 满头满脸满鞋满身都是沙子 可小朋友根本就不在乎这些 尽情地在沙丘间疯跑着跳跃着 今晚如果住在沙漠酒店 也许会是非常独特的享受 不知不觉已经快晚上八点 沙漠区只剩下我们了 景区里只有纯净的风声 没有了白天的热闹喧嚣 没有了驼铃的清脆悠扬 值得庆幸的是 此时雨停了 风也小了 电瓶车早就下班了 所以我们只能顺着沐阵道返回黄河区 沐阵道非常好走 一路下坡 几分钟就回到了电瓶车场 沙坡头沙漠区与黄河区 北宝兰铁路一分为二 火车慢慢地划过 穿过铁路地下道重返黄河区 站在王维观景台 找一找大漠孤烟值 长河落日圆的感觉 只可惜现在天已经黑了 目前留在明沙山顶的游客 算上我们一共也超不过五个人 上来的时候是坐电梯 但走来走去找来找去 大家不约而同地面对着黄河感慨 我他们怎么下去呢 除了华沙下去 别无选择吗 此时黄河边已经灯光闪耀 下面还有几个小朋友在玩沙子 实在找不到下去的路 索性我抱起小朋友在黑暗中 沿着华沙道一步一步往下走 从上面看起来恐怖 但走起来却很轻盈 这绝对算是夜游沙坡头了 下到河边 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路上一个游客都没有了 还真挺渗的晃的 游客们排队的通道恢复了安宁 法工师傅们的水平静静的排排站齐 羊皮筏子整齐的鞋靠在一旁 累了一天也该休息了 除了昏暗的路灯 河边仅有的灯光来自于孤独的小店 这一段到景区大门的路可真的不近呢 走啊走啊 一路上鞋里的沙子倒了一遍又一遍 终于在晚上九点 我们走回了沙坡头大门 保安师傅还特意问候了一句 现在还有啥可拍的 幸亏我们的车停在了最靠近手朴处的停车场 估计此时 沙坡头所有的停车场上 只剩下我们唯一的一辆车了 带着一身的泥沙返回中卫市区吃晚饭 停好车先去洗把脸 整个就是一个泥人了 点了一份烤羊肉 一份炒菜还有米饭 吃完晚饭 外面非常的凉快 开车返回宾馆 就好像刚从海边回来一样 沙子浑身都是沙子 这一天可真是够折腾的 心情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但总体来说 小朋友还是玩得很尽兴 明天就要离开中卫奔向银川 半夜外门又下起了大雨 那在狂风暴雨中 从中卫到银川 又会有哪些精彩的收获呢 咱们下期继续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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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